在三級防疫期間 不少企業是實施居家辦公 不過上班族在家沒有舒適的辦公環境 往往一坐又好幾個小時 導致知識不良引起了肩頸下背痠痛 透過鏡頭邀請到專業的物理治療師詹姆氏 教大小朋友們防疫在家辦公或者是遠距上課之後 做一些運動舒緩筋骨 改善知識不良引起的身體痠痛 配合三級防疫 民眾分流居家辦公 學生也才在家進行線上學習 但長時間盯著電腦久坐 身體也拉緊抱 化聯師詹姆氏保健工作室物理治療師詹姆氏 就帶來四種坐姿伸展按摩 讓民眾自己在家運用三分鐘的時間 選擇其中三個運動各做一分鐘 達到舒緩筋骨按摩的效果 我們首先要示範的是 頸部前側曲肌的一些按摩的運動 我們先將頭微微回正 稍微向後仰一點 然後依循我們的下巴下函骨的這個輪廓 按用大拇指按壓之後順勢的向後做按摩 我們的動作是輕輕的徐緩的 然後注意你的呼吸 然後我們前後總共做30秒鐘 好待會我們要做的是胸手乳突肌的放鬆 那胸手乳突肌的放鬆 我們用敲擊的方式做就可以了 我們先將手乘這個姿勢 然後我們會敲擊我們的鎖骨和胸骨的位置 然後敲擊30秒鐘 注意均勻的呼吸 好第二個位置 我們會敲擊我們的耳後的這個骨頭 這骨頭的下面的位置 這個地方 然後一樣我們手指頭乘這個姿勢 做敲擊 一樣30秒鐘就好 然後在注意的時候 如果你會覺得頭暈 就請你馬上停止 我們要注意這個手肘 你的肩膀不能向前凸 向後轉的時候 以手肘為圓心 向後做手肘 向前前轉一樣 勻秤呼吸 就可以了 總共做30秒鐘 那我們等一下要做的是 胸椎的活動度運動 來改善你的這個坐姿 那我們就雙腳與肩同寬就好 坐姿的情況下 手擺在你的身體後面 好比肩膀寬一點沒關係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利用我們的胸椎 向前做推的動作 那我們要注意的是 我們要感受我們的胸骨 向天花板打開的感覺 好 那我示範一次 先駝背的時候吐氣 向上推胸口 向天花板的時候吸氣 吸飽氣 停頓一下 吐氣 因為我們在家裡的長期的辦公之下 都會有一些比較不好的姿勢 大概是會這樣的姿勢 那我們的大原則就是 我們會做反方向的運動 包括頭向或是做擴胸 這些所有的反向的運動 都是我們伸展的基本的原則 那第二個我們基本的原則 就是我們在工作30分鐘會建議 起來做3分鐘的這個休息 那這3分鐘的休息 你就可以選擇3個運動 然後各做1分鐘 而達到這個伸展的效果 而不會造成的疲勞過度的累積 造成傷害